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我的画图工具门 我会讲一下我分别有哪些东西 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使用它们 以及使用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最基本的就是有一台电脑 那我用的这台是27寸的iMac 是2014年买的 那电脑这种东西其实大概就是看见需求去选购就好了 只是若是做影像相关工作的话 真的可以买一台好一点的萤幕 然后把它颜色校正准确一点 这样子在工作上会方便很多 校色的话我自己用的是这台iMac Studio 那只要把它挂到萤幕上面 程式就会自己跑 然后帮你把萤幕校正成最准的颜色 那我最常用来画图的工具就是这台iPad Pro 是2020年买的容量是256G 那软体的话就是这个Procreate Procreate的话是一个专业的绘图软体 然后是用买段的方式不用付月费 像Adobe系列的PSR AI就是要付月费 那它不用就是一次300多块买断 那它也可以输出PSC档或是PDF档 跟常见的JPG、PNG档都可以输出 然后图层功能啊以及一些调整的功能 其实都还蛮完整的 已经可以用它来画大部分的图案 不管是自己发社群要用的 或是商业用的档案 其实也都可以用Procreate直接完成 在之前我还有用过另外这台比较小一点的iPad Pro 然后它是比较旧款还有Home键的这台 当初会选比较小的萤幕是觉得可以带着 到处跑到处去画图好像很方便 但后来实际上有带出门的次数 应该没有超过5次 所以后来买新的iPad Pro的时候 我就选择萤幕大一点的 那画起来会比较爽 旧款的iPad搭配的笔是一代的Apple Pencil 那它跟二代的比起来 两个重量差非常的多 那如果是像我很长时间在画图的话 可能会寄见发言之类的 如果你也是很长时间在画图的人 就会很建议你买 有支援二代Apple Pencil的iPad的款式 然后二代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直接这样吸在上面 就会充电 然后一代的话就是要这样子插在iPad的屁股下面 就是充电的时候会长得有点奇怪 然后会很难放 再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的iPad上面 是没有贴任何的膜 就是纸膜或是保护膜都没有贴 然后Apple Pencil也没有用任何的笔套 还是笔尖套 那有些人为了想要画图的时候 可以增加一点摩擦力 或是比较有画在纸上的感觉 我会去买类纸膜来贴在iPad的萤幕上 或是买Apple Pencil的笔尖套 那我自己是因为刚买来的时候 什么都还没贴就开始画了 那我也觉得没有任何不顺畅的地方 所以后来就也没有再贴任何其他的膜 或是其他的东西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在用它之前我一直都是用小块的微抗灰图版 这台是Intus 我买的是蓝牙的版本 只是蓝牙会泪 所以我最后还是都接着线再用 刚刚有讲到说 虽然现在大部分的图都可以在iPad上面直接完成 但有时候如果是要印刷的话 还是会丢进电脑里面再做一点后置跟最后的完稿 然后输出档案 或是说要画的图档案比较大尺寸比较大 就还是会直接在电脑里面完成 那可能就是在iPad先画好草稿 然后再放进电脑里面完稿 因为iPad它画起来就是比较直觉 它的手感比较直觉 比较好画一些精细的线条 那上色的话 其实用这种没有萤幕的绘图版 其实就蛮足够的 那我最近会买这台的原因 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空间比较大 桌面比较大 所以就想说还是可以买一台 好一点的绘图萤幕来使用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最近有一些绘本跟动画要制作 那这些都是尺寸比较大的图档 所以我觉得直接用Photoshop来画会比较快 那这台的话它没有任何的快捷按键 可以用笔就是叫出选单 但我觉得还是直接用键盘来按快速键比较方便 因为以前用小块绘图版的时候 其实这些快捷键就按的蛮顺的 所以键盘就放在这边 然后一手按快捷键一手画图这样子 那这种绘图萤幕跟iPad画起来最大的差别就是 手感的直觉程度真的有差 就是iPad它很像直接画在纸上的感觉 你的笔到哪里 线条就到哪里 然后多用力线条就会多粗或多深 那这种绘图萤幕的话 它虽然也有感压的功能 然后画起来也算是蛮顺畅的 但是两个都用过实际比较之后 就还是感觉得出iPad它画图的自觉程度是略升一筹的 我会建议说如果你单纯是画好玩画兴趣的 可以买iPad来画图它非常方便 然后非常的好画 那如果你是专职在做画图工作的人 就可以买iPad搭配小块的绘图板 或是直接买绘图萤幕 那像这个的话 它也有16寸或是32寸 其他的大小跟款式可以选择 那如果预算够的话 当然就是买iPad再买大台的绘图萤幕 你用的跟我一样是iMac的话 它是没有HDMI的这个孔 所以要另外买一个HDMI转Thunderbolt的这个转接头 才有办法顺利的打开你的绘图萤幕 再来要特别介绍是这个直播跟拍摄画图用的一整组设备 这边分别有一台主要拍摄用的相机 然后这里是收音用的麦克风 然后后面这里是有灯跟一个柔光用的白色板子 那把自己的东西串起来的分别就是一个灯架 我之所以没有选脚架选灯架 是因为灯架它的脚可以放比较低 就是不会像脚架一样 一个很大的三角形很佔空间这样子 它就是脚架在底部的地方 然后上面是直接一根立起来而已 再来这根是一个摄影筒用的横杆 它上面有很多个云台可以使用 那我现在基本上就是用满了 这个分别就是接了灯相机跟麦克风 那在相机跟横杆中间 我有多接了一个Z型的云台 这个是让我比较方便调整相机的角度 然后可以左右这样转 不然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就接在横杆的云台上面 也是OK的 之所以要另外再一个灯的原因 就是如果现在直接开室内的天花板的灯 就会看到这边会有反射灯光 那不管怎么闭都闭不掉 因为移过来一点就可以看到 变成左下这边又有反射灯光 所以就会很难瞧角度 那如果有另外装这个补光灯的话 就可以把室内灯光关掉 单纯只用补光灯的灯源 那效果就会好非常的多 像这样子就是把室内灯关掉 然后改用前方的补光灯 另外在我的右后方这个方向 我也有在架一个灯源这样子 在拍摄画图的时候 除了桌面前面是亮的之外 我的手后面这边也是亮的 以前我还没有直播需求 单纯只是要拍摄我画图影片的时候 我就买了这个手机用的支架 它可以固定在桌面上 那这个用来拍摄其实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现在的手机拍的影片画子 其实都蛮不错 然后用一些内建的剪辑外体 就可以很快速的剪出一支影片来 那现在这个的话 我可能就当做一个补拍细节用的 就是拍摄时一样把手机站在这里 那可能就是从旁边 然后拍一些不同角度的细节 虽然我现在大部分都是以电汇为主 但偶尔还是会有画手绘的需求 所以只要像这样把桌面上的东西移开 然后摆上水彩用具 就一样可以画手绘的作品了 水彩颜料的话 基本上我就是直接去美术社 然后找我想要的颜色把它们买回来 市场品牌的话没有特别固定 如果有一些不常见的牌子 但除了一些我觉得很漂亮的颜色 我也会买回来用用看 那我比较常买的几个就是 像牛顿的这系列蛮多的 但是牛顿这一组的颜色偏淡 要刷蛮久颜色才会出来 然后AP这牌的话是蛮入门的水彩颜料 那它的颜色很饱和 其实用起来也蛮好用的 不会说因为都是学生在用的 所以它的颜色就不好看 或是品质就不好 那有一个我特别爱的牌子 就是这个MISSION的水彩颜料 我觉得它颜色很美 然后透明度跟饱和度都非常的刚好 在调色盘的部分 我买的是这种透明压克力的调色盘 那跟一般常见的白色铁质的那种调色盘 比起来它比较不会咬住颜料的颜色 然后调的颜色跟画材颜色比较接近 像这个我基本上已经好几年没有 我特别把它洗干净过了 但只要沾水 然后把上面的颜色融掉之后 就还是非常干净 它不太会咬出颜料的颜色 我觉得很好用 牌子的话是这个 看起来是韩国的品牌 但每一间美术社会进的牌子都不一定 所以就现场看有适合就可以买了 水彩笔的部分 基本上我也没有特别去记忆 我买的是什么类型的毛 或是哪个牌子 反正就是看自己需要哪个尺寸 然后去美术社摸摸看 然后有的美术社可以问它 可不可以让你沾水试用看看 那就是试试看看它的软硬度弹性 是不是你需要的 那这边有几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 这个 它的吸水力非常的好 可以一次吸很多的颜料 然后可以画很久都不会干掉 不用一直沾颜色这样子 而且它沾了水之后啊 就是可以看到它的笔尖 其实还是尖的 它还是可以构出一些蛮细的线条 然后上面又可以吸满很多颜料 再来特别介绍的是这支 它是毛笔 然后我应该是在日本的一间美术社买的 不过台湾的美术社应该也都有类似的毛笔可以选 毛笔跟一般稀释的水彩笔 比起来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构出非常细的线 可以画一些很细的细节 然后水分一样可以吸满多的 丑盔作品画完之后 我会用这台扫描器把作品扫进电脑里面 那这台的话它是可以扫描到A3的大小 解析度可以到1600dpi 颜色的话也有48位元 一般常见的都是300dpi 24位元 那是我特别为了扫描水彩的档案去买的一台扫描器 那至于图案要怎么用扫描器 扫描进电脑 然后要怎么后置 这个的话之后有机会再拍一个教学影片来详细介绍 以上就是这次的画图工具分享 如果这支影片有稍微帮助到你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有什么你想要了解的更多细节 也都可以留言跟我讲 然后我再看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跟大家做分享跟介绍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订阅跟追踪我的频道跟IG喔 好 真的吗 好 好 好 氛